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勞動部竟然就是直接發公文 要求勞工局針對那一天是不是團體協約這個事情 要再去問華航公司的意願 我們認為勞動部這樣子發公文的作為 其實是放水跟資發配合聯手演出 也導致了最後華航公司有七上訴求 竟然有五上訴求 直接公然的違約跟跳跳的狀況 勞動部在7月26號送出這個公文 發給桃園市的勞動局 他要求什麼呢 他要求我們的勞動局再去發言 去問我們的華航公司 他當初簽訂這些協約的時候 也沒有簽訂協約的意圖 勞動部他是非常具有針對性的 他全台灣的工會 他只挑了空服員職業工會 只挑了空服員的罷工 去問我們的公司我們的資方 當初有沒有簽訂這個案的意圖 那當然資方收到了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他當然就會說我們有這個意圖 我只是要平息罷工的 你們雖然在罷工現場的協定 全部都不算數了 那你們罷工到底有何用呢 6月24號和董事長上任之後 在這個地方我們進行了一個 長達四五個小時的會議 終於達成的協議 當然今天非常遺憾的 我們原本期待 會有所不一樣的行任動作 做的居然是跟我們的前任動作 一模一樣的事情 在這個會議中 有勞動部的部長 國防禦次長郭博文 身為國家最高主管勞動部門的首長 他居然會陌視華航 就這麼公然違約 我們要說的是 我們當時真的很相信 公司會做到他的上述那些承諾 但是現在看起來 不是這些跳票 而我們非常遺憾的是 我們的主管機關 對於華航的跳票這樣的行為 就是完全的漠視 今天勞方跟資方 好不容易有那麼一點點的信任基礎 如果公司就是要這樣違約 這樣能信任主張完全的瓦解 第一條的進達辯稱 是董事長當時一口答應的 現在看起來 當書說的非會員不得享有 相信場笑話 一般的協約跟團體協約最大差別在哪 在於進達辯車的部分 就是我們會認為 如果是團體協約的話 他在於進達辯車的部分 他就必須要去落實 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給 也就是我們的那個第一條 我們如果給了會員四塊的 給了全部的組員四塊的話 我們必須要再多給會員 再多兩塊 那這個其實在協議裡面 都有很明確的指出來 6月24號當天 我和劉冠廷律師啊 陪同其他談判小組的成員 一起進入道法論部 在部長主持的會議之下 進行這一次團體協約的協商 在整個協商過程裡面 我們是用一個超大PowerPoint 然後一條一條的勞資雙方 來討論這個文字的細節 從這個協商過程其實 它的文字其實是很要求說 雙方要一字一字足距的在做確認的 它其實是有一個有意義的一個法律 契約的文件的一個 的撰寫的一個過程 甚至於我們去看這個團體協議的內容 其實它的淨大變成條款 也就是外戰價值的部分 為了要履行 為了要求華人公司要履行 這個淨大變成條款 還特別加上合約金要怎麼計算 不是只有現在民法規定的 5%年期5%的利息 它特別把它加兩倍 變成是10%的利息 來當作合約金計算的標準 從這個條款的文字本身 因為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它在協商過程裡面 其實都意識到 這是一個根據團體協議法 而來的淨大變成條款 而且有意識的 蹲促資方去履行 所以才有圍金的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們就是要簽團體協議 勞動部今天這樣子的一個行為的做法 事實上是整個顛覆團體協議法 而且是等於是站在資方那一邊 來打壓勞工的一個做法 非常不妥當 在這邊要要求勞動部 要立即發新聞稿 確認第24要簽的就是團體協議 然後並且督促華航之方 趕快去履行 不要再預托再多 如果再這樣對下去的話 全國勞工都可以質疑說 你勞動部到底在幹什麼吃 今天桃園市勞動局 依法你就有職權去認定 團體協議的備查 你根本不需要發案給勞動部 勞動局發案給勞動部 勞動部大可以說 這個請你勞動局 依法去做備查就好了 不需要發案給我 你為什麼要多此一舉去做這個發案 從小英總統 專機的公職員被除名之後 這個政治風向 政治的操作 非常的明顯 勞動部 團圓市勞工局 勞動局 身為保障勞動協議的主管機關 為了配合資方傻賴不履行合約 做出這樣子的演出 我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烈約是要簽訂這個團體協議的時候 勞動部長全程參與 你勞動部長全程參與這個過程 你事後還要來對合資方做這樣的演出 我們覺得非常無視 我們要呼籲 蔡英文總統 如果你今天出來只是虛晃一招 完全沒有誠意解決 你還是站在資方立場處理事情 那我告訴你 你的民調只會繼續往下掉 黃大公六月四號簽訂團體協約 所有的勞工團體都在看 這個事情 是你 蔡英文政府 對於勞動團體有沒有誠意 對於勞動改革 有沒有真誠的試金石 如果你要在這邊 就讓大家 所有的勞動團體看破手腳 那我告訴你 你的民調只會繼續支持我 國民黨執政慘敗的應見不遠 請你三思 這是我們的誠情書 這是我們的訴求 我們希望第一個 可以認定六月二十四號 拜登簽的協約是團體協約 第二個我們希望 勞動部可以驅逆 就是制止華航現在違約的狀況 然後立即旅約 我們想要請願就是 勞動部這邊的態度 今天這個協議 一定是有效的 那各位的訴求 等一下有效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也一定要去履行 訴求裡面有一些 可能需要時間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 公司能夠盡量跟國外溝通 來履約 不要違約 不要有違約的情況 勞動部對於 就是資方現在說他簽的不是團體協約 這個部分勞動部的態度是什麼 我想剛剛已經跟大家說過了 勞住雙方在六月二十四號所簽的這個協議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公司一定要在這個協議去履約 那我們也會呼籲公司 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就是你會發這個文呢 持續跟公會來溝通 那所以勞動部現在也認定這個是團體協約嗎 那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辛苦了 我們並沒有聽到你的承諾 就是我們並沒有聽到你認定說 那天的協議是團體協約 那這個誠詢書 我們會把它收起來 所以你沒有辦法在那邊這個回答嗎 後續我們會 和那天當天說 他今天只是來停息大工 並不是來簽團體協約的 那請問勞動部的態度也是這樣子嗎 他是來停息大工 不是來簽團體協約的嗎 謝謝謝謝 欸 請問你是不是在運來嗎 勞動部打假球 勞動部打假球 我們這邊有準備一個點文 叫做不習在戰 我們其實是對於勞動部今天出來的態度 大家可以接受嗎 他剛剛有回應我們的訴求嗎 沒有 他只有回應一個是說 黃豪應該要履約 但是對於我們有問他的 這個血液到底是不是 對血液的部分 他知乎其辭對不對 對 好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我們也要告訴勞動部 快速的執政狀態是不習在戰的 如果說今天我們的部長 我們的勞動部和我們的資方 可以在2600名的組員大工的狀況下 之後還可以跳跳 還可以職務其辭 還可以聯手打假球 這個是工具員職業工會 絕對不能接受的對不對 對 那我們 找一天要再回來 我們要要求 勞動部出面 解決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不好 好 好 加油 我們目前就是針對 官方跟資方聯手違約的這件事情 我們會採取訴訟 以及裁決這樣的一個途徑 但我們也目前正在準備要開會員的 召開會員說明會 那我們不排除會朝罷工的方向進行準備 跟資方 womb service 到 dni 到來 一個PLved 最後一段時間 會休息 到做